所以读友们大家晚上好 又来到我们星期五 今天8月5号星期五 由新生活杂志旗下爱生活网站 为大家特别呈现 企划的谈诗诗说人话 第三季今天来到98集 多两期就是下个星期后个星期 后个星期的19号 19号我们会迎来第100期 第100期我们就会把之前所有的嘉宾 都不是嘉宾 就是主讲人都一起邀请上来 所以大家记得不要错过 当然今天98期 大家也一样不可以错过 记得点赞分享 subscribe或者是follow你的频道或专业 因为我们这个直播不止在爱生活专业 有在直播 在南洋三报的专业 有在直播也包括了在陈哥的陈城专栏 陈哥也是我们今天的嘉宾 另一位主讲人等下才介绍他 大家对他也很熟悉的 在我的专业在我的YouTube 翱翔天际也同样有 所以大家不管在哪里看都记得一样 点赞分享 subscribe或者是follow 因为你每一个点赞每一个分享都是对这个节目最大的支持最大的鼓励 而且我们谈词是说人话是不一样的 政治只是直播我们是直播 不是预录的评论节目 因为我们没有主持人 我们没有预先设定好问题 比如A问题 B问题 C问题 D问题 并没有大多数的网络直播采访 都是这样子的 我也经常接受采访 那坦实实是说人话是没有的 就只是三个课题 然后让来宾来自己分享看法 所以我不知道诚哥会讲什么 诚哥也不知道我会讲什么 主编华哥也不知道会讲什么 所以完全自由发挥 所以大家可以听到最真实 最直接 最直白的评论 这是谈词是说人话 吸引人的地方 当然 爱生活专业 就是我们这个直播节目最主要的主办单位 它其实是属于新生活报的 新生活报是马来西亚 其中一个最著名的周刊报纸 它创立于1972年 一开始是三日刊 现在是周刊 大家对新生活报的感觉 可能是小报 就是灵异 情色 民俗 笑话 然后一些收旗 旗文 这样子的看法 但是现在的新生活报不一样了 它已经吸纳了政治的内容也在里面 以前号外周拜的 号外周报 非常著名的 马来西亚政治杂志 已经它的偏导团队都加入到了这个新生活报之中 所以它也包含了政治的新闻 政治的时事评论等等都有 所以 不再是以前的新生活报了 当然以前的新生活报也没有不好 提供另一种娱乐 反而现在是更广泛 可以接触到更多的读者 所以你一家 买一个人买了一份报纸回家 一家大小全部都可以看 包括喜欢万字的 它里面也有关于万字的这些研究 所以绝对值得大家的支持 而且新生活报是唯一 马来西亚的周刊报纸 可以进入在新加坡售卖的 去新加坡的独有 也可以支持一份 在马来西亚办媒体 非常的不简单 非常的不容易 尤其是中文媒体 所以如果你有能力的话 呼吁大家去支持一下 实际上支持一下我们的新生活报 如果你找不到报摊购买 其实你可以去Shopee 可以去Razada 每一期都可以在上面买 甚至你可以在上面直接订购 一整年的会有折扣给你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当然也要分享转发我们的直播 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那好不容易我们的直播 要来到第170了 当然如果算上我之前跟龙哥合作的 还有我之前自己一个人的直播 其实我们已经超过170了 但谈时事说人话 从有三位嘉宾扩展到六位嘉宾 到现在要接近170了 所以我们的观看人数 也已经直冲300万人了 多谢大家的支持 而这个流量也引来了商家的打广告 当然就是最支持我们 其中一个最支持我们的 Gintel 马来西亚最大的 本土品牌的按摩椅跟保健品牌 它在马来西亚已经有26年的历史 不是突然才冒出来 MCO大家不能出门 才突然冒出来的品牌 并不是 是马来西亚本土品牌 有26年的历史 然后他为了回馈独有 为了回馈大家的支持 他特地推出了只限100套 这个买一送一的大优惠 原价折扣后 折扣了55%之后 还要6988的 Divano Lux 按摩智能沙发 他现在只卖Divano X的价钱 就是第一等级的价钱 只卖4988 折扣2000块 而且还送你一台 千多2000元的跑步机 所以这个优惠是只限 翱翔天际 我的直播 跟谈14说人话直播的独有 其实100套已经卖完了 上个礼拜 妹姐 在我跟部长的 翱翔会客室的对谈之前 妹姐就说 红律师100套已经完了 你能不能换 打另外一个的广告 我说不能哦 我都已经出了 5点我就出了 妹姐9点才够 妹姐就讲 那没关系 我们再推出多 30套还是50套 我忘记了 所以只剩下30套或50套 想要拿到这个优惠的独有 记得赶快拿起电话 联络012-580-5025 或点击直播下方的链接 这个是你去门市 你去网络 是找不到的 只是给我们的独有专属 也是为了欢庆26周年 也是为了回馈 我们的独有 我们的观众 所以只限30还是50套了 我要看回信息 所以抓紧机会 那我们在介绍 另一位主讲人出来之前 跟讲一下我们今天的 民意调查的问题之前 先看一个 Divano Lux的广告 介绍一下 他短短一分钟的影片 介绍一下 他有什么特点 有什么特别 大家请看 未经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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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废 是最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折扣到来4988 它是比Divano X还高一级的智能按摩沙发 所以Divano X没有按摩手 它这个是有按摩手的 但是这个超值大优惠 Divano Lux只卖Divano X的价钱 还送你一台跑步机 超级值得 超级划算 所以之前100套不到一个星期就被人扫光了 到妹姐 last minute要拉hand break 红律师超过100台了 能不能临时换广告 我就跟妹姐说不能 因为太迟了 真的是不能我的预告已经发出去了 所以妹姐很阿沙利 金跳也很阿沙利 金跳的老板的Dokko 也是我们的超级铁粉 所以他再送出30套或50套 我不记得查回去就知道 反正不多套了 剩下再回馈给我们的独有 有兴趣联络012-580-5025 或点击直播下方的链接 记得你去商店 去门市问是没有的 你一定要打电话 当然你可以去门市试作 你觉得舒服了 你打电话给伟伦 012-580-5025 然后告诉他 我们是谭时事说人话 新生活报的直播 我们是红律师的直播 你就可以享有这个优惠 好 介绍完我们的广告赞助商之后 当然要介绍我们今天重量级的嘉宾 就是开启草根评论 把吹水战 每天在那边吹水八卦的人群转向 来吸引他们来看政治 可以说是最成功的其中一位 而且长得又帅 然后又有缘 又单身 讲到这里大家都知道是谁了 刚才我也说是谁了 就是我们的孙志诚 陈诚专栏的陈哥 有请陈哥出场 幸福报的读者们 还有红律师 大家晚上好 谢谢陈哥 我跟陈哥现在是最佳拍档 因为很多广告赞助商特别要求 红律师要配陈哥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经常看到我跟陈哥一起 因为广告赞助商喜欢我们 在这里也好练一下 好 那我们进入讲题之前 我是有意所以的 有意所以不是好练 是开玩笑 我讲好练 是有意所以 这个是真的 华哥可以留言 证明我没有车大炮 我们的主编华哥 在进入我们的讲题之前 今天同样有三个讲题 底下我会介绍给大家 但是我们今天也有survey 如果你是在Facebook看的话 你可以进行投票 也就是你认为今年大选还是明年大选 不是你认为哪一个比较好 是认为你认为会今年大选 还是会拖到明年大选 我们想看一下大家针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我们最后一个讲题也是讲大选 就是会不会在二个月内举行 就是今年内举行 然后第一个讲题是财政部长 登顾扎夫他披上了国阵的蓝衣 去做雪州的财政 第二个就是国际课题 佩洛西访问台湾掀起千层浪 那现在把麦克风交给我们的诚哥 谈一下登顾扎夫公开把假面具拿下来了 就是表明自己是巫统身份 然后很明显 就是会以国阵的旗帜来出战大选 诚哥你怎么看 其实登顾扎夫路 他一开始做财长的时候 他并不是以政治人物的身份 他在慕尤丁时代 慕尤丁把他拉上来做财政部长的时候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财政部长 但是他不是政治人物 所以更多来说 他是一个技术型的部长 登顾扎夫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他的背景 其实他算是在马来人的社会阶层里面 他是属于上层的 他的家庭背景 然后登顾扎夫路他本身也是曾经 在很多 在银行界里面 应该说 在银行界 在金融界里面 真的是属于非常非常资深的一个 一个高管 或者CEO 尤其是在CIMB CIMB各个的部门 Investment 或者Properate部门 他都是做CEO 他也在Maybank做过 他也在华其银行Citybank做过 所以在Banking 在银行界 Finance这个领域 是没有得调 他是非常非常熟悉 然后慕尤丁那个时候 组织这个内阁的时候 就把他拉进来 但是他不是政治人物 他并没有去竞选 所以先把他拉做商议员 然后从商议员这个部分 appointed 他是财政部长 所以现在 他批上国阵的难题 然后听说 我不知道他竞选哪一个 听说他对 Guala Slano 还是Sungai Persa 有疑是 我不知道哪一个 但是 几乎是肯定他 他有益在哪一届的 全国大选上阵 其实不会surprise 你自己想象一下 像Denguzafuro 他这样子的一个 你可以说是人才 为什么 因为他 他没有过多的那些政治色彩 他也没有过多的那些 什么政治包袱 历史他也没有那些不好的绯闻 在慕尤丁时代 他也 静静夜夜的做财政部长 帮慕尤丁找很多钱 因为 疫情的时候需要很多钱 所以他也帮慕尤丁找钱 然后他没有过问 没有过问那些政治的斗争 或者说发表一些政治的演说 没有 他就是 非常专业的 我做我的工 我是身为财政部长 我就只做我的工 所以 像这样子的一个人物 如果他想要进入政治权 思想下 肯定会找 以现在的状况 哪一个联盟 或者哪一个政党 是在走上坡的 那一个政党 所以他要进武统 以武统或者以国政的身份 去参选 这个是觉得不会意外 如果说 如果说国政拒绝 曾孤招夫录 他可以拒绝曾孤招夫录 但是问题是 曾孤招夫录 如果他想要进入政治权 他可能 如果国政拒绝我的话 那么我就会去 土团党 或者伊斯兰党 这两个政党 有可能 但是如果你让他 你让曾孤招夫录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这样子的一个人物 去到伊斯兰党 或者土团党的话 那么你是不是在送子弹 给对方来对付你 再来这些政府大选 所以最好的是 多一个 而且像我刚才已经说 曾孤招夫录 他的背景 他的形象都很正面 都很正面 比起其他的政治人物 好太多了 或者原有的政治人物 如果你说 斯兰党的政治人物 诺奥马 或者说 那个 那个叫什么名 大加马 那个加马 红山区的那个 那个 那个队长 那个更糟糕 所以 能派出一个像样的 政治人物 在来界全国上 全国 来界的大选上阵 曾孤招夫录 其实生了一个 很不错的人选 他并没有过去的 政治的那些 包覆那些绯闻 或者不好的记录 第二 他就又有名气了 他已经是财政部长了 他已经有名气了 我甚至 老实讲了 如果你放个这样子的人 如果 甚至是你放他去 华人区 多个地方 可能都还会有惊喜出来 所以 不意外 他披上蓝色的 披上国阵的衣服 想进入政治权 这个是 这个是 会预测得到 黄律师 其实 登顾拉夫 把面具 塞下来 为什么我说 把面具摘下来 等一下我会讲 把面具摘下来 直接代表国阵 很明显 透露一个讯息给大家 就是大家要知道 政治里面 是没有什么恩惠的 没有什么仇恨 可以很讨厌一个人 但是你要参政 你要把这个讨厌放一边 你可以很对这个人感恩 但是你参入政治 你就要把感恩放一边 因为政治 着眼的是利益 不是个人的小恩小惠 要明白这一点 就像 比如某某人对我有恩 但是他在政治上 是走错路的 那我进入政治 应该为了 他对我的恩惠 而放弃我应该做的事情 肯定是不应该 所以政治上 只有利益而已 当然如果是政治家 做大事的人 他的利益 是国家的利益 是民族的利益 是所有国民的利益 如果是那些废财政客 他的利益 就是自己的利益 家族的利益 所以还是为了利益 所以登顾扎夫 抛弃一手提拔他 拉拔他 把他从一个素人 政治素人 他之前从来没有公开过 他政治的身份 虽然有 但是他没有公开 然后也没有参与过 任何的政治活动 直接就这样子 做直升机 空降财政部长 像诚哥刚才所说 财政部长 是非常重要的职位 俗称赤相 赤相就是第二位首相 台湾第二的首相 所以慕尤丁对他 也对此 其与之恩 但是你看 土团 现在大家都知道 是在下沉的Titanic 土团一半的党员都走了 现在也谣传阿兹敏要走 阿兹敏退群了 我今天收到内幕 阿兹敏退出了土团的群组 所以他现在要去哪里 我们还不知道 会跟Zurida的脚步 还是怎么样 这个是一早就已经分析过的 土团是死路一条的 退出西门 跑去跟巫统合作 必定完蛋 除非你可以吃得下巫统 但慕尤丁 他有机会可以吃 他认为他不需要吃 他可以瓦解巫统 结果就陷入这样子的困境 所以土团是包死的 越靠近大选死的越快 就会越多人 所以土团其实已经有一半的人走了 像登顾沙夫这样子 位高权重的部长 也开始高调的 展现出自己的真面目 我一直强调把假面具拿掉 展现出什么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其实加入巫统很多年了 十几二十年了 我没有记错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确确的年份我不知道 所以他一开始就是巫统的 只是慕尤丁提拔他的时候 可能慕尤丁不知道 或者是可能慕尤丁认为 他只是加入罢了 因为马来人加入巫统 就像老一辈的华人加入马华一样 你去新春问 像我爸爸之前也是加入马华的 所以不认为有什么关系 但是大家可以回顾我2020年3月 慕尤丁内阁出炉的时候 我直播我当时就讲 登顾沙夫是巫统的人来的 他可以在CIMB以这么年轻的地位 就坐上CEO 而且接替的是纳吉的弟弟 绝对绝对有巫统 跟纳吉家族的影响力在里面 所以他坐上这个位置 不管慕尤丁报于什么目的 我是直接把札夫画作这个财长位 是算在巫统这里的 所以我当时算部长席位 算出来是把札夫算过去的 所以现在证实了这一点 我不知道他是党员 原来他根本就是党员 所以他也不躲了 不长了 那为什么现在把面具拿下来 像刚才说 因为大选要来了 他要时间去经营他的选区 要给大家知道 我要来打这个选区 我要代表这个政党 所以你不能再拖了 你再拖你就没有时间了 所以这就是他现在摘下面具的原因 那摘下面具 那为什么像诚哥刚才问的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国阵巫统会把他为以重任 直接放上了财政的职位 就是叫什么财政 就是巫统雪兰的财政的职位 因为巫统失去雪兰的政权14年了 其实在雪兰的巫统面对人才贯成 大家都知道很多巫统咖是去找吃的 有资源我才进来 你现在在那边做反对党 你拉不到人 所以巫统在雪兰的缺少人才 这就是为什么Norma这么多争议 以前Norma做贸销副部长 我没有记错的话 贸销副部长还是什么副部长的时候 每一次都说种族主义的言论 然后做是做的一塌糊涂 但是还是委任他做雪兆主席 因为没有人 没有人 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 然后你知道 Dengu Zafru他替代谁来做国阵在雪兆的财政 谁是雪兆之前的财政 大家知道吗 我相信很多人不知道 就是陈哥刚才有提到的名字 Jama Yunus 红山军的领军人 没有穿衣 去雪兆政府大厦前面讲没有水 我要冲凉 这个人啊 然后每天叫嚣要打架 像三线一样的人啊 他就是雪兆财政啊 你讲 国阵 巫统这么大的党 这么重要的职位 竟然给一个这样子的人物做财政 所以他们很急需人才 所以Zafru愿意脱下面具 这个肯定国阵巫统一定会接受 而且 Dengu Zafru有几个优势 第一 陈哥刚才有讲了嘛 就是他是帮 老牧 老牧之前大派钱嘛 我们叫大撒币 撒币 就是我不是骂他出话 就是撒钱 币是钱嘛 大撒币的行为 谁帮他派的 Zafru啊 要拿KWSP 谁approved的 Zafru啊 所以他对低下阶层 有拿到这些钱 有拿到KWSP 在那边感谢政府 其实我不觉得 我真的不明白 KWSP拿自己的钱 有什么好些谢的 但是对于这些人而言 他有再造之恩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 Dengu Zafru 你听他的名字 Dengu 你就知道 他是一位贵族 他是跟皇室有关系 但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皇室 我搜查了一下 不知道 他的妈妈 有Roger的嫌头 他的妈妈叫 我刚才去找了一下 他的妈妈叫 Roger Dato Zaharadun Zaharadun 他的爸爸 他的妈妈 然后他的爸爸也是 Dengu 叫Dengu Abdulaziz 所以他肯定 是皇室学统 然后更重要的是 他老婆 也有皇室学统 非常漂亮 他的老婆 他的老婆叫 Roger Slee Johanna 他是深美兰州的皇族 而且是直系皇族 所以他符合了 马来人精英 所需要的形象 第一 你是贵族 你跟皇室 拉上了关系 是贵族 Bang Sawan 第二 你是高管 精英 第三 你长得帅 又年轻 第四 像陈哥刚才所说的 没有政治经验 就代表没有包袱 没有丑闻 然后 刚才我们也讲了 雪州无人 这五点 就是Zaharadun 为什么会被 唯以重任 然后会毅然加入 不是加入 他早早就是 巫统的党员 会这样子投身去的原因 因为 土团是下沉的船 任何有一点脑袋的人 都不会跟他待在一起 所以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Zaharadun很可能 会国州监攻 打国会 打州会 如果国阵执政联邦 那他一定当部长 如果国阵执政州 雪州 抢回来的雪州 那他一定当 雪兰儿州的大臣 他就是 接下来 雪兰儿巫统 雪兰儿国阵的扛起手 是他们的poster boy 所以这点是肯定的事情 因为他那五点牛市 没有任何人可以动了 教会给曾哥 其实我没有什么好补充 刚才有空律师 也讲得非常充足 虽然当地的巫统 基层有一点点神经 但是他们反对的神经 其实他们也没有立足点 史兰儿国过去三届 已经丢失了 西门稳坐着 史兰儿国的政权 已经超过三届了 所以 每一届 国阵都输得很难看 应该是08年开始输 然后过一届 又输得很难看 然后最后一届 509的时候输得更难看 所以 真的 没有什么 好的人去推出 登顾扎夫路 就真的是 他第一 他的背景 都皇室有关系 帮扫完 第二 就是 他真的没有什么绯闻 如果你跟那个 红山军加马来底 他又大闹 吃长街 又 每一个围巾在 那个史兰儿国的 那个大厦 那个政府大厦 在前面 拍碎那些啤酒 啤酒箱 所以这一些 都让 都让很多人反感 而且 史兰儿国的 史兰儿国跟其他地方不同 史兰儿国跟 跟邦汉 跟丙链 跟其他地方都不同 他不是 他不是一个耿直区 或者干凤多的地方 他是一个城市全市 几乎是80-90% 都是一个 城市选区的地方 就算是马来人 OK 他们的思维 思想也 不是像 邦康啊 或者龙丰 走的一些 Filda 或者一些 马来康邦 他们这样子 保守的那种 那种思维 所以 像一个城市 城市 然后 讯息很发达 Information 很 很 传得很快的 一个城市 然后史兰儿国又是 全马13州 最富裕 最富老的一个州数 然后 已经失去 三届了 OK 然后每一届都做到 每一届 失去的那个支持度 果正失去的支持度 都越来越 越来越多 所以 真的是急需 像一个 邦库扎夫 这样子的一个 形象的人 来挽救果正 邦库扎夫 有人问他 打什么选择 其实 最可能打是 他一直在那边 活跃 而且 他也很早就 邀请 扎夫 来了 他说 我让我一点 扎夫打 他也很直接 虽然 扎夫 这个人 很令人讨厌 但是 他有一点 我们要佩服他 他够真 他直接讲 我上我是输定的 扎夫来 有机会可以赢 所以他邀请扎夫来 在扎夫 在正式批上 这个蓝衣之前 他就公开的邀请 财政部长 我知道你是 巫统党员 我让这个席位 给你打 我是这边的 局部主席 因为 巫统真的很想 拿回雪兰尔州 雪兰尔州的税收 雪兰尔州的资源 都是非常强的 可是 巫统要拿回雪兰尔州 其实 是非常困难的 没有人才 你靠JAMA 靠NORMAS 是不可能的 而且我 我举个例子给你看 2004年 巫统 巫统 国阵 在 雪兆 赢下 35席 来到 2008年 就是308海啸 丢掉政权 巫统 一个党 还赢下 18席 还有18席 但是 丢失了政权 到2013年 只剩下 12席 那我问你 2018年 剩几席 你知道吗 4席 巫统 堂堂 巫统 在 雪兰 56席 里面 是赢下 4席 你说 4席 距离要拿下 28席 差了几倍 所以是一个 不可能的任务 他们 你 这种 不可能的任务 就要用这种 非常规的方式来打 所以派一个政治素人出来 就是他们这种 非常规的方式 如果照常规的方式来打 你肯定是拿不回雪州的 所以雪州下一届一定是重点周数 而且它是PKR由蓝眼所执政的周数 内斗也很厉害 蓝眼又是内斗党 所以他们认为有希望可以拿回 所以下一届大选的关注点就是雪兰儿了 好 那我们就结束第一个讲题 接下来进入第二个讲题 第二个讲题就是 佩洛西访问台湾掀起千层浪 这个课题 其实很多人都在关注 他偷偷跑去台湾 因为他其实 你讲偷偷是有一点 有一点是没有错的 因为他一开始公布 没有公布要去台湾 是要去马来西亚 要去新加坡 要去韩国 要去日本 然后他来马来西亚 快闪五个小时 然后就跑去了台湾 其实这个对马来西亚 是蛮伤心的一件事 我身为马来西亚人 我是觉得蛮伤心 蛮丢脸的 我们马来西亚就只是给你来吃个午餐 佩洛西真的就是来吃午餐 十点半从新加坡飞去吉隆坡 到了吉隆坡之后 见了议长 然后见了首相 吃一个饭 三点就坐飞机走了 前后大概五个小时 那台湾本来没有在他行程里面的 他在那边过夜 十点多到 然后第二天 还跟蔡英文一起吃早餐 一起去见 然后待了十九个小时 才离开台湾 你想一下 我们有在行程表里面待五个小时 没有过夜 没有在行程表里面待十九个小时 还有过夜 所以其实身为马来西亚人 我是觉得 我蛮伤心的 美国很明显 他重视台湾的程度 远远超越马来西亚 当然 你也要往好的一方面看 我们可以位列四个 佩洛西特别来访问的亚太国 其实就代表 我们被美国视为亚太布局的其中一个重要朋友 因为你看我们新加坡 韩国 日本 当然现在加上一个台湾 这现在佩洛西访问的五个国家里面 这四个都是跟美国有紧密合作关系的 马来西亚是没有的 美国的飞机 美国的军机 美国的航空母舰 是很少 几乎没有 我记得印象中是没有 会停留在马来西亚的 没有 英国的还有过 美国是没有 但是美国的军机 美国的 那个航空母舰 停在新加坡 停在韩国 停在日本 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日本 在新加坡 在韩国 都有他们的军营在那边 在韩国跟日本甚至有基地 所以 佩洛西出访他们很正常 加入马来西亚 我们马来西亚是 虽然是清美 但是我们表现出来是中立的 你们两个大国去打 不管我们的事情 我们是不结盟运动 但美国还是 佩洛西还是过来 不要以为佩洛西这位老奶奶 她82岁了 没有什么影响力 佩洛西是民主党里面 最有权势的人物 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有权势的女人 在默克尔 德国总理 前总理下台了之后 然后在 希拉里 就是希拉里 前国务卿 退休了之后 她就是全世界最有权力的女性 最有权力的女性 而且她在民主党里面 所掌控的实力 其实是高过拜登的 其实是高过拜登 如果希拉里在 不是希拉里 佩洛西在年轻的10岁15岁 我告诉你 总统就由她来选 总统就由她来选 她是美国第一位 创造历史的众议院院长 众议院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下议院 就是我们的国会 跟马来西亚一模一样 一个选区 一个选区这样子打 佩洛西在加利福尼亚的选区 她每一次出战 都是拿到70% 80%的选项 我去看了她的选选记录 最高拿到85%的票 她的对手只拿到10%的票 你可以想象一下吗 在美国两党制 两党都差不多的地方 佩洛西可以拿85%的票 所以她是一个政治强人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她的力量 当然也佩服她了 82岁这样子连续的非 出访5个国家 然后一点也不眼泪 真的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 你看一下80岁的老奶奶 有多少给向华泽养 而且她也体态也保持得很好 一点也没有体态 当然有人讲 佩洛西去台湾 10点才到 是怕了中国 其实如果她怕中国 她就不要去 为什么10点才到 是怕中国 你知道佩洛西是几点到新加坡的吗 当你这样子讲的时候 我这样子讲的人 肯定不知道佩洛西是几点到新加坡的 佩洛西是凌晨4点半到新加坡的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她的专机是4点半飞到 白亚里巴空军基地的 那她去新加坡是怕谁 怕印尼吗 为什么要凌晨才下降 大家4点是最好 睡得熟的时候 所以不要讲这样子的话 佩洛西根本就不怕 中国 台湾可能会怕 美国完全不怕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国家 在军事实力上 可以跟美国掰手腕 没有 单独没有 联合起来也没有 其实如果不算核武器 因为打核战就是世界末日 所以即便你算核武器 美国也是世界上最多的 我们不算核武器 我告诉你 全世界国家的综合军力 要跟美国打 都打不赢美国 这个是一个政治现实来的 所以之前很多中国的支持者 在马来西亚 却自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人 他们会说 佩洛西来就出不去了 一定会打仗 一定会拦截佩洛西的飞机 甚至吴锡进 想要射下佩洛西的飞机 要打飞机 很多人还高呼 佩洛西来就把尸体留在台湾 结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佩洛西走了才军演 军演本来讲要军演三天 军演短短三个小时 因为这是冒权天下的大部委 日本已经抗议了 所以不要看太多中文的媒体 大家看一下其他语言的媒体 不要看大外宣而已 不要相信这些 特意给你看的宣传 所以要明白这一点 我就先讲到这里 交给诚哥 佩洛西访问 访问亚太几个国家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台湾 OK 两个点来看佩洛西 OK 第一 为什么佩洛西要来 他的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来 尤其是访问台湾 有 我看到一些报道说 是因为美国那边 快要大选了 不是大选 他们应该有一个中期的 选举 所以选举要来了 所以可能是为了造势 为了得到他们国内的支持 所以特意有这个访问台湾的这个行程 但是就好像刚才空律师有讲的 这个访问台湾一开始 白宫是还没有 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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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总统也 连拜登总统也没有说 这个佩洛西有来访问台湾 他说 佩洛西要不要访问台湾 是佩洛西他自己做的决定 所以的确是到拉斯米尼亚 他才决定要去台湾 从这边我会觉得 而且佩洛西已经 像刚才空律师已经讲 他已经是80多岁了 82、82岁了 一个已经80多岁的政治人物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几乎可以是走 差不多走到 走到差不多是尾身了 而且佩洛西自己之前 他也是有去访问 乌克兰去吉普 和哲联斯基他们 去支持哲联斯基他们 所以他先去访问这个吉普 然后过后又来到台湾 这边又访问台湾 所以我会把佩洛西 这个访问的整个行程 我会把它看作 比较像是他个人的一个访问秀 比较像是他 在他政治生涯里面 特别是尾身这边 有一些精彩 有一些成绩感 会把它当作是这样子的事情来看 第二点 就好像刚才红律师所讲的 这个佩洛西他来 来整个亚太区的 这个反观新加坡 马来西亚 然后去到台湾 有打资什么协议吗 有说好像和马来西亚有签订什么贸易协议啊 或者贸易的量解备忘录吗 有增加买我们的油钟吗 还是什么都没有 他去到台湾也是一样啊 谈的东西都是那些老调牙的那些课题啊 民主课题啊这一些啊 他又增加武器买卖给台湾嘛 或者增加一些保护伞给台湾嘛 也没有这些这些一些协议都没有 都没有任何协议啊 就是普通的访问 普通的交流 就这么简单 OK 所以我怎么去看这个佩洛西 他这一次来到台湾 不是想要打字什么东西啊 反而我觉得佩洛西这一次来台湾 OK 其实并没有改变现状啊 不会说好像 中国会少一块肉 或者美国这一边会增加什么谈判筹码 什么都都没有 OK 还是保持原型原状 那么为了什么 我觉得更像是一种意识形态 OK 就好像一开始大家都想 佩洛西会不会来台湾 来台湾以后会怎么样 我要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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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中国这一方面说 放话啊 投水战啊 要怎样对付啊 佩洛西 结果他还是去了台湾 OK 他去了台湾 但是他并没有达成那种协议 意思是什么 当佩洛西的飞机降落在台湾 OK 美国这一边是是是是怎么样 是他的意思就是示范一个讯息 说 哎 美国主义 我来到台湾了 OK 高官 访问 我来到我的飞机降落台湾 代表美国主义 代表民族主义 代表世界警察 代表不畏强权 代表就算你中国这边 在怎样哈哈巴巴 OK 我美国要反观还是会反应 OK 所以 基本上 他是一个像是释放的讯息 我美国 OK 还是会去做这些事情 但是 OK 实质上又没有改变 OK 我只是要释放一个讯息 我只是要 我们 像意识 像好像 我美国还是主导 整个 整个 国际的持续这样子 OK 所以 所以他并不会说 非常的去 怎么说 去挑 挑 挑衅中国 他并没有挑衅中国 其实你看 佩洛西 佩洛西 从马来西亚访问完毕之后 他去 他 他飞去台湾的时候 他并没有经过 那个 有争议性的海南 南海 南海 那个领域那边 他是绕到去 印尼 去到菲律宾 再由菲律宾 绕到去台湾那边 所以他是绕过 这个 这个有争议性的 南海 南海领域这一边 OK 所以 如果 思想下 由中国 中国你去看一下 如果 中国本身 他自己也会去分析 OK 如果 美国这一方面 真的是要挑衅 还是要怎么样 OK 啊 他自来而来会做一些东西 但是 看回美国佩洛西 他们的 他们的举动 他并没有说 非常的挑衅 OK 反而会绕过一些 有争议性的地方 虽然他们还是 之前已经放话了 说 我要 我要 我要对付 我要对付佩洛西 不准你再降落 不准你去访问台湾 但是 最后什么都没有 没有 没有发生 OK 还有一个 其实还有一个 怎么说呢 OK 很多人都在 预测会 有事情发生 或者 擦枪走过 或者希望 这两个国家 两个大国打起来 其实 真的我觉得 不会 OK 虽然 美国 去访问台湾 但是我真的不觉得 他们这两个国家 会打起来 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 其实有一种论述 是我们叫做 博弈 博弈论 意思就是 去预测 对方 会做的事情 然后预测 那个结果 会是什么结果 OK 就好像 刚才 红律师有讲的 这个 这个核武的东西 OK 两个国家 特别在两个大国的 国益 国益之间 两个国家都有核武 OK 如果你对我发射核武 OK 我也会对你发射核武 如果你发射核武 我会不会死 OK 但是我也一定会 我也一定会 会采取行动 会反射你 这个核武 所以我知道 对方也知道 我会这样子做 所以以这样子的 这个 在 在这个 博弈 OK 里面 所以最后 大家都没有拿到好处 大家都知道结果 所以最后 大家都不会 采取任何行动 OK 所以 中国一开始 就放话 你不准来访问台湾 但是你认为 美国 美国会听从中国的话 美国他还是会访问台湾 如果我遵照你中国 讲的话 那么我美国 美国是不是颜面何摘 美国是不是怂了 是不是怕你了 所以 中国也应该知道 美国会做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美国也一定会去访问台湾 那么美国也知道 如果我访问台湾 你中国会做什么 就会军演 OK 就会放话 就会怎样怎样 但是会实际行动吗 应该不会 至少我知道 你知道结果是 如果这两个国家真正直接对上 直接真的打 直接真的冲突升级 那么结果是大家都是输家 既然是大家都是输家 那么就不会动手 所以根据这个 这个好像 我们叫学术上的 那个 我们叫做博弈论 所以最后两个大国都是不会动手的 OK 而且从佩洛西 落到 从印尼去 落到 所以还是很安全的 去到台湾 然后 佩洛西本身在台湾访问的时候 也很长足 也不是讲快 不到24小时 你看台湾是 是跟美国很好的盟友 也是很strategy的location OK 你竟然在台湾这边 待不到24小时 然后你就去到韩国了 所以 这些都足以证明 美国并不是主要 要挑衅中国 反而只是在一个意识形态 去告诉全世界 或者告诉中国 应该说告诉全世界 说 我美国 美国主义 美国还是老大 世界检查 我不会大国保护小国 这样子类似的意识形态 给大家看 孔律师 首先 这个我补充几点 佩洛西访问台湾 因为这是很复杂的国际课题 其实叫我们十多分钟讲完 是不太可能 我自己的直播 我都用了两期 大概接近一个小时来讲 也讲不完 所以我大概补充一点 首先 佩洛西为什么会访台 回答这个问题 肯定是为了自己的政治遗产 美国 像陈哥刚才讲的 美国11月 就要举行众议院选举 国会选举 两年一届 佩洛西 佩洛西已经连任35届了 我一岁的时候 他就是国会议员 然后就从来都没有输过了 到现在 那他82岁了 你再叫他去竞选 其实是不太现实的 他应该不想当另外一个老马 虽然他跟老马一样 身体都很强健 所以很可能他退休 所以他在退休之前 要有一个政治遗产 这就是他要去台湾的原因 像陈哥讲的 我完全同意 他就是为了去台湾 其实因为你想一下 如果他的目的是要为自己退休前 留一个政治遗产 你去马来西亚 去新加坡 去韩国 去日本 有什么特别的 这些国家 很多美国国会议员都一直在去 所以你一定要去 没人敢去的 25年前 1997年台海危机的时候 有一个美国议长 就也是众议院议长 当时是共和党籍的 共和党籍通常比较鹰派 比较喜欢打仗 他就敢敢在台海危机的时候 去了台湾 现在佩洛西他作为民主党的 他也表现出 我不怕 我们虽然你们讲我们是鸽派 不像共和党那么勇 那么武 但我也是敢去 我们也一样敢支持台湾 因为台湾是民主国家 我们不可以让独裁的国家 极权的国家来欺负他 所以佩洛西为了政治遗产 所以在他的文告一出 很多人说佩洛西怂了 不敢去 我就断言佩洛西 是会去的 所以我也同意诚哥所讲的第二点 就是佩洛西其实有克制 美国政府也不只是佩洛西有克制 拜登他是摆中立的 为什么他摆中立 等一下我们会讲 他有讲军方认为佩洛西这个决定不好 时间点不对 但他没有说他自己 他没有说他认同还是不认同 为什么他不说的原因 等一下我会分享 但是他有表态军方的立场 军方不想佩洛西去 你不要去搞事了 我们军方很忙 然后佩洛西他也没有 他公布行程也没有特别公布 我就是为了去台湾 所以他其实没有特意去挑衅 但是他去是为了政治遗产 为了显示对台湾的支持 为了民主党的选情 这是肯定的 要给大家知道 不只是共和党敢对中国呛声 现在全世界围堵中国的情况 围堵俄罗斯的情况 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这个态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所以不管是民主党跟共和党 都要表现出自己是不怕中国的 所以民主党在这一点 是处于劣势的 尤其是拜登非常的软弱 所以佩洛西为了选举 他也必须打出这一个牌 这是这一点 然后第二 刚刚成哥有讲到 没有带来实际的成果 其实这个跟美国是有关 这也是为什么 美国总统他没有说 他同意佩洛西去 还是不同意佩洛西去 因为美国总统 根本没有权力管佩洛西 他跟佩洛西的地位是平等的 美国是真正的三权分立国家 他的大法官 总统管不了 他的议长 国会的议长 总统也管不了 佩洛西是美国众议院院长 也就是众议院 也就是国会下议院的议长 所以他的地位是跟拜登一样的 如果拜登敢讲出 佩洛西不应该去 我认为他不应该去 或者是我不给他去的话 这样子是完全违背 美国的政治逻辑 政治伦理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拜登不表态 大法官也不能表态的原因 就是这样子 三权分立 佩洛西代表的是国会 所以你看佩洛西去台湾 去马来西亚 去新加坡 去韩国 去日本好像还没有去到 去这些国家 他都一定会见 那一个国会的议长或副议长 在台湾他见了副议长 因为议长中COVID 所以他是以立法机关的形式 去拜访 去出访 所以当然他不能代表政府 去谈这些军售协议 去谈这些经贸合作 因为他是立法的一部分 不是成政府的一部分 这是第二点 我要讲的 然后第三点韩国 我看到有读有留言说 韩国不要见 韩国总统没有见 佩洛西 是怕了中国还是什么 其实确实韩国 韩国肯定是清美的 我跟你说 韩国是不可能不清美的 因为有朝鲜存在 朝鲜在韩国到现在还是战争状况 他们之前韩战到现在的战争状况到现在都还没有解除 只是没有打吧 其实他们还处于宣战的情况 朝鲜背后是中国 人尽皆知 那你韩国是不可能轻忠的 因为你的敌人轻忠 所以你不可能去清中 你就只能清美 所以他必然是清美 可是他又很靠近中国 他想跟中国做生意 所以他尽量不要得罪 所以韩国的新总统 而且他根基未稳 才刚刚上任几个月的时间 一两个月的时间选上来 所以他选择必见 说我在休假 但是也韩国的舆论 韩国的民众骂到半死 你对中国妥协 你怕中国 所以我说现在全世界围堵中国 围堵俄罗斯的 这种情况已经越来越明显 全世界的人民都有这样子的态势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跟中国的战狼外交也一样 像你看佩洛西去访问 其实你大大方方 欢迎你来我们中国的领土 台湾是我们的一部分 我们欢迎你去看看台湾 也欢迎你到中国来访 这样子多么大方 结果你用另外一种方式 用战狼的方式说 我要打你飞机 我要去拦截你 我要让你的尸体出不去 进来就出不去了 显现自己低端 而且你讲的还做不成 你根本不敢跟美国打 丢脸的是自己 所以战狼外交是 让中国日益被围堵 盟友越来越少的最主要原因 所以韩国总统面对很大的压力 最后被迫通话 跟佩洛西通过电话来通话 谈了40分钟 然后特别强调 希望我们韩国是美国的坚定盟友 希望这个关系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所以三点我要补充的 就到这里 交回给诚哥 看有要补充的吧 我稍微补充一下 现在很多人一直在想会不会插乡中国 会不会真的冲突升级 其实就好像刚才我之前讲了 如果真的会冲突升级 肯定不会像这样子的媒体大肆报道 佩洛西还没有去台湾都已经大肆报道 大家一直在追踪他的航班 几十万人一直在追踪他航班 现在到哪里 到了从马来西亚出去之后 又经过哪里 到了哪里 所以媒体一直在管住 或者甚至是民间大众 普罗大众都一直在管住 在管住这个佩洛西的事件 所以它已经成为一个媒体的交界 甚至是成为有一点点那种花跳取宠的那种元素 在里面 所以如果真的会军事冲突 不应该会是像这样子 有媒体大肆报道 或者说应该是静悄悄的一下子发生 我记得中美最直接的军事冲突 应该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在2001年20年前的飞机相撞事件 那个是最直接中国和美国的军机 美国的是侦察机 中国的是战斗机 所以两个人互相差撞 然后最后中国的飞机师 然后失踪了找不到 所以被宣布死亡 然后美国的侦察机 几个机组人员 被迫降 路没有错的话 降在海南岛的那个机场 然后过后被中国政府给扣留 但是后来也被释放了 后来这个结果 到底是谁要负责任 到底是谁的过失 到现在都没有一个说法 美国赖在中国身上 中国赖在美国身上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 大家都拿不到好处 所以你试想象一下 之前就已经有一次直接的 应该是蛮久了 插枪走火 这种飞机相撞的事件 所以现在 中国这边甚至是没有派出侦察机 或者是派出战斗局 去exco 佩洛西的转机 其实很明显的就是 我不要有任何的插枪走火 你们认为怎样怎样怎样 其实我就是不要有 如果一有的话 很可能是我这边吃亏 所以这一些 就好像我所说的博弈论 大国之间的博弈 他们预测对方会去做什么 然后结果会是什么 然后我又能占到什么 如果真的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我能得到什么 所以经过这一些情报 足够的情报 也准确的情报 最后两个大国是什么都不会做 你去访问 你去访问 我等你走了之后 我才来 惩罚我自己的台湾 我才来军演这些东西 所以 基本上不可能会有任何的冲突 我没有什么好补充 那我们就休息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第二个影片 华哥跟我说今天有三道影片 所以我们第二讲题之后 进入第二个影片 大家不要离开 我看我的YouTube 已经有1600多位独友在线了 然后Facebook我没有打开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但是应该有好几千位独友在线了 独友们 不要离开 记得点赞分享 然后有请华哥放一个一分钟的影片 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直播间 就谈第三个讲题 就是大选是不是要来了 来华哥有请 MING PAO CANAD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到的是跑步机 比较奇怪 为什么明明是按摩沙发的广告 会是跑步机的影片 因为这个跑步机 价值千多元的跑步机 原价可是三千元的 当然都有折扣了 它现在是随这个按摩 按摩沙发来附送 而且这个按摩沙发 是高阶按摩沙发 却只卖中阶的价钱 随沙发附送 有兴趣的朋友联络 0125805025 这是专门给我们的独有的特别优惠 本来已经完了 但是因为我来不及换广告 所以 妹姐 Gintel的老板 妹姐他们 再次推出多 我刚才查了一下 是多30套 所以只剩下30套罢了 最多只剩30套 所以 还没有买的独有 有兴趣的独有 可以去试做一下 我告诉你是真的舒服 如果不舒服 多便宜 多好的优惠都没有用 而且这个是专属给大家的优惠 你去试做一下 是不是真的那么舒服 真的值得购买 然后联系 0125805025 这是专属给大家的优惠 那好 现在我们进入第三个奖题 就是大选会在2个月内举行 就是今年内举行了 陈哥你怎么看这个课题 今天很多谣言 甚至有人说今天就会解散了 早上的时候我睡醒 很多人就发给我 说洪律师是不是今天会解散了 因为今天确实发生了几件大事 那我先交给陈哥来说明 的确 的确是有很多迹象显示 很大的可能性 全国大选可能会在几年 因为早前ROS已经approved了 已经提出了 武统的修改胆章 然后这个意味着可能首相 莎比里已经跟巫统的当权派或者扎弊他们 实际上真的有确定了一些协议 当然我们不知道了 协议大概肯定是确保 莎比里在大选之后还可以继续做首相 可能类似这样子的协议 我们不知道 但是的确是 的确是 然后应该是昨天 昨天 武统他们本身也是有 有meeting 商讨什么 当然也没有人知道 但是 十九 十至八九 不理事 会 关于到 也是关于到大选的事情 还有一点就是 首相莎比里跟土团党的关系 好像是越走越远了 几乎是原本 敲定跟 Hamsa 有meeting 商讨关于 应该是副首相的 那个协议 但是也 最后也是告吹了 所以 再加上没有跟 西蒙 没有跟西蒙 签订了 关于延长的MOU 这些东西 所以 种种迹象显示 首相莎比里 他是 始终还是武统人 始终都还是两家 一定要回去两家 一定要支持两家 所以 很大的可能性 这个全国大选会 落在今年 而且 而且 刚才看下 新闻报导 有人引述消息说 那个 财政预算案 可能会提早 提早宣布 为了就是在今年 今年可以解散国会 然后全国大选 当然这个是引述消息 我也不敢 我也不敢讲什么 这些很多都是引述消息 消息来源 不敢太过去预测 但是 我觉得 大致上应该会 先颁布了这个财政预算案 之后才会 才会 才会大选 但是 大选真正的日期 如果是落在年底的话 大家知道年底 年底有都是哪年假 有学校假期 或者是遇到水灾 年底都有水灾的 那个什么 所以如果你说在12月 11月 有可能 可能 遇到这些东西 如果再提早一点 提早一点 10月份 就是财政预算案 那么你就要再更早点 你就要在9月份 可能提出财政预算案 提出财政预算案 然后才来即刻 即刻解散国会 然后全国大选 所以时间很赶 除非首相他一股作气 做完全部东西 不然的话 我觉得很大可能性 会拉到明年去 这个就看 看接下来的 接下来的情况怎么样 但是 就好像我说的 看起来 首相已经是 肯定是跟 武统这边当全派 有 有 有协议 或者说 还是 还是写像这边 武统和当全派 不会 不会说过多的 跟土团党合作 或者跟 或者跟西蒙合作 还是什么 OK 呃 宏律师 首先 我先讲一下 为什么今天 这么多人 谣传会解散的原因 当然我 我是一直都认为 今年会大选的 等一下我也会讲 我甚至认为 7月之前 虽然现在很明显 我被打脸了 但我等一下会分析一下 为什么我认为 7月之前 为什么今天很多人 认为会解散 第一 因为 沙比里 昨天放了 哈姆萨 在努丁的飞机 而且这个飞机 是放的 全世界都知道的 媒体早早就接到消息 也证实了 哈姆萨自己也证实 我会见 沙比里 谈什么 他没有讲 但是他讲 结果没有建成 这个对土团 是非常非常丢脸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一直说 土团 已经是没有棋了 之前慕尤丁公开讲 我见不到首相 等了两个礼拜 要谈出来大的课题 谈不到 然后又讲 我们有副首相的协议 现在 哈姆萨宗丁 又搞出这样子的笑话 其实很明显 在证明一件事情 就是土团没有招了 土团真的是没有招了 没有棋可以下了 土团是完蛋了的 不要再对土团抱有幻想 土团是完蛋了的政党 其实他的党员 已经退出超过一半了 所以这是第一件事 让大家觉得会 今天会解散的原因 因为 谣传土团要 打雷把雷支持了 打雷把雷支持 有一些分析员说 没有关系 有MOU可以叫DAP 叫共产党的人 进来做部长 我跟你说 这个是不会发生的 我不知道这些 评论员脑袋里装什么 或者是吃了什么 要给他们这样子认为 巫统是不可能跟 火箭跟PKR合作的 因为这样子 就等于救了土团党一把 就等于拿绳子来自己自杀 所以不要换讲 只要他打雷把雷 政府一定到 但是土团不敢打雷把雷 老实讲 土团不敢打雷把雷 可以做多一天政府 他们就多一天的资源 就多一天的薪水 薪水可以是 PORET的 照天注算 所以我很早就讲 Jurayda 退出土团党 但还继续做 继续做部长 因为土团根本都没有力 首先根本不要了你 这个也被证实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消息 第二个消息 就是我刚才一开始 有讲到的 这个是报纸没有 但这是一个内幕 对政治熟悉的 我相信都有收到 因为我收到好几个人 跟我讲这个消息 就是什么 阿兹敏退出了土团的群组 阿兹敏现在动向未明 之前阿兹敏是坚定要留在土团 大家还记得吗 大概一个多月前 阿兹敏还写了一篇 很肉麻的拍木油丁马屁 拍土团马屁的文告 为什么他写 因为他密会公正党 两个高层在喜来登酒店 就是喜来登正面的喜来登酒店 他没有否认他见他们 可是他写一个文告 去拍木油丁的马屁 但现在谣传 而且也是被证实 问了几个人 他们都说是真的 退出了这个群组 当然退出的原因 我们不知道 但现在在这个敏感的时机 阿兹敏的动向 一举一动 都会牵动政局 像我所说的 大选要来的 所以Zafru会公开这样子 Zurayda会公开的退出 原因就是为了大选部署 如果阿兹敏要退 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 你再迟 其实阿兹敏已经迟了 老实讲 你再迟就更迟 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 然后第三个原因 是Zahid有放消息 从巫统里面的消息 说其实已经跟首相谈好了 大选会来 因为最符合巫统的利益 而且MOU已经完了 所以这三点 造成今天谣言 但最后没有解散 到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了 没有解散 那我想想 平时以来 从年头 从去年 我就说明年就是今年 一定会大选 我认为今年一定会大选 但是不是猜测 You follow我的独有 我在2013年的时候 就写过一篇文章 但是大家都在猜 我有写专栏文章 大家都在猜 那集要几时大选 那集很怕大选 2013年的时候 那集是拖到最后一刻 跟2018年一样 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说 其实猜大选 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这个完全是看首相的灵感 可能他今天还不想大选 今晚睡觉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梦 觉得明天大选他会赢 那他明天就突然宣布解散议会 明天解散议会是好日子 他明天就解散议会了 所以没有逻辑可循的 没有逻辑可循的 完全就是靠首相一级喜靠 而且人是善变的 今天明天的想法都会不一样 所以去猜测去分析是没有意思的 但是我们还是作为实质平均员 被迫要分析 太多人想知道了 所以我的分析角度是 我认为今年会大选 甚至七月前就会有 为什么 原因是对巫统 对沙比里最努力 沙比里必须看到 他必须把自己的条件 自己的利益摆到跟巫统 他才能继续当首相 如果他把自己的利益跟巫统相背 离得越远 那他当首相的机会就越微弱 他现在解散 他早点解散 他是巫统的post boy 巫统 这其他人威胁不了他 Dogmat没有经验 不可能第一次当部长 第一次做国会议员的人 你就给他当首相 完全没有先例可循 所以你跟Dogmat比 沙比里还是比较好的 原选 除了Dogmat还有谁 是沙比里的人 然后纳兹里又要退休了 Zahid又案件缠身 Najib又不能竞选 所以其实没有人可以挑战他的 所以你从沙比里的角度 他应该要大选 然后你从巫统的角度 就更不用说了 巫统是很明白的知道 他们的利益就是尽快大选 其实2020年巫统也是投票选择大选的 也是投票选择大选 当大家都投给劳马 跟投给安华的时候 他们投了大选票 我们两个都不要 我们要大选 因为大选最符合巫统的利益 巫统在上升空间 他可以拿到选票 他可以赢选取 那除了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我们从general的来看 其实不管是沙比里政府 还是慕尤丁政府 都是没有民意清楚的政府 都是不合法的政府 都是后门政府 很多人忘记了 沙比里也是后门政府 因为后门政府这个词 也没有给他去用了 所以没有人 你很少听到人家 叫沙比里是后门政府 其实他也是后门政府 继承之后门政府的后门政府 双重后门政府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 其实是不合理的 是不对的 以前我们不能选举 是因为疫情 那现在马来西亚 已经全部开放了 外国人都可以进来了 你还有什么理由不选举 所以我一直都是认为 今年会选举的人 也认为今年应该选举 更准确的来说 是我认为应该今年选举 甚至7月之前 但是没有 其实在5月头 7月头的时候 都差一点 兵临选举边缘 兵临解散边缘 但沙比里都挺过来了 但是我觉得沙比里是蠢的 像我刚才讲的原因 他没有看清楚这一点 所以现在沙比里 在通过巫统的党章 像陈哥讲的 他把自己的利益 放到跟巫统的利益之上 所以离大选 又进了一步 那到底今年会不会大选 两个月内会不会举行 其实我觉得 关键在接下来两个星期 就是接下来两个星期吧 如果接下来两个星期不解散 那就明年大选 因为已经过了黄金时期了 你至少要给选委 四五十天的时间筹备 四五十天的时间来动员 下一次国会召开 是10月26号 10月26号召开 他的主要目的 就是财政预算案 其实在财政预算案之后 通过之后 比如11月你通过财政预算案 那你马上大选 这个是不对的事情 你放在任何民主国家 都会被骂的 是违反政治伦理道德的 因为你等于先帮别人 你怎样确保你一定赢 我们要大选了 你就先来公布财政预算案 等于你完凑 所以在任何民主国家 那是不能被接受的 所以正常情况之下 巫统应该也不会这样子做 巫统他们是知道 民主是要怎样玩的 他们玩民主玩的 其实是蛮厉害的 他们会动用这些权力 动用这些法律 动用这些金钱去增加自己的胜算 当然你说巫统没有底线 他可能会这样子做 也有可能 万事皆有可能 尤其在政治里面 但是我认为可能性比较小 而且11月是水灾的年份 是雨季的年份 所以不太可能那时选举 所以要就是10月26号 提承预算案之前来大选 那你要10月26号来大选 接下来两个礼拜 你就要解散了 所以就是这两个礼拜的事情 如果巫统真的在预算案提成之后 马上来闪电选举 这个是违反伦理道德的事情 全世界都会笑话 马来西亚又会沦为笑柄 我希望不要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所以这是我的看法 然后我还是一样 认为今年会举行 就是这样子 再教会给陈哥 如果像洪律师刚才说的 如果阿志明已经退出 这个政抗小教阿志明 已经退出土团党的那个WhatsApp 我相信 媒体的朋友们也一定会说到消息 所以真的接下来今天 今天半五吗 今天半六礼拜 然后半一 我相信下一个礼拜 可能就会有相关的消息 甚至是预测全部都会有 否上台面来 到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 更全面的一个状况 到底是怎样 大家不要忘记 还有老马 老马昨天也是有开记者找到 会说他有新的马来政线了 跟一些NGO 马来非政府组织 联合一起来 来去全国大全 所以相信 你看连马来的 马来的他也是嗅到大选的味道 不然的话为什么他会 现在这个时候 召开记者召内会 当然我们也知道了 为什么他 他要跟这些NGO合作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没有人要跟他合作 甚至是没有人要以他为首 跟安华合作不行 然后跟慕尤丁合作也不行 所以最后他跟这些NGO合作 所以的确很多人都嗅到 尤其是政治人物 里面的玩家都嗅到 大选很靠近很靠近 只不过是可能 首相杀比里他自己都还 都还没有一个日期 所以真的我们也很难去预测 到底是哪一个时间 哪一个日期 会是大选 其实大选真的很少是发生在年尾 甚至是在预算案提成的 很少 我印象中就只有1999年的时候 当时好像也还没有完成提成财政预算案 马哈迪就突然宣布大选 1999年的时候 我记得是11月 11月尾的时候 因为当时马哈迪面对很大的压力 他开除了安华 抓了安华 把安华关在里面 然后还有黑眼圈 就是共产党的标志 所以那个是被迫的 其他的基本上都不会在 国会开的时候 然后提成预算案的时候 就这样子来进行 所以像我刚才所说的 其实就看首相 当然现在的首相 不是像以前马哈迪时代 像Najib时代 甚至像Abdullabadawi 大家以为Abdullabadawi很软弱 但是他当首相的时候 权力就是在他手上 只是他不是很会用那个权力罢了 不是可以全港独断 但是解散的权力还是在他的手上 所以去猜测 他的想法是没有意义的 像我去猜 陈哥现在想什么 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要从外围来分析 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分析的原因 那第三个讲题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刚刚华哥有发来 民意调查的结果 其实蛮接近的 我看一下成绩 我看一下成绩 就是认为今年会大选的是57% 认为明年才大选的是43% 你看非常非常的接近 所以其实皆有可能 政治皆有可能 但是你问我 我觉得以从政治伦理 以从执政党的角度 以从首相的角度 今年才是对他们最好的情况 明年变数太多了 那好 我们接下来就来三道问题吧 有请郭玉亮 我们的铁粉 每一期都不会错过的 谢谢玉亮大哥 今天联邦法院推翻之前的判决 就是海外妻子出生的大马人 不会自得获得公民权 本来会高庭宣判会 然后现在被推翻了 两位怎么看 身为律师的红小弟 想请教你在联邦宪法之下 我们该怎么去解释 法律是否违宪呢 那诚哥 你先讲 其实在我国的宪法 我国的法律之下 男女不平等 男人在外国生孩子 结婚 孩子自动是马来西亚公民 女人在外国 就不是马来西亚公民 所以就有一位女生 她在外国生了孩子 结婚 生了孩子 然后没有公民身份 她回来申请受作 所以她把这个案件 带上法庭 才会有这个案件 然后在高庭 法庭是宣判 违宪 这样子的法律 是违反宪法 因为宪法讲 人人平等 那你怎么可以把 男生女生 搞到不平等 所以违宪 但这个在昨天 被上诉庭 就是 我们马来西亚 第二高的法庭 给推翻了 就 她说法律讲得很清楚 所以法律讲 不能就是不能 就是这样子 她并没有违宪的地方 因为其实 我们很多法律 是男女不平等 我举一个法律 男人去勾引 别人的老婆 是犯刑事法案 很多人觉得 我是非穆斯林 我是华人 我们外遇是没有错的 确实外遇不犯法 你是回教徒 你外遇是犯法的 甚至没有结婚 发生性关系 一起在同一个房间 都是犯回教法 但是刑事法里面 有一个条文 是可以丈夫 可以去报案 说这个男人 勾引我的老婆 只要是你勾引 他的老婆 你就犯法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法律 女人勾引老公 不算犯法 男人勾引别人的老婆 才叫犯法 为什么会有这个法律 因为以前 女人被视为是财产 老公的财产 你把他勾引走 就等于你偷了我的财产 所以这个是一个过时的法律 马来西亚有很多这种 过时男女不平等的法律 所以Code Abil 他用这种比较 在我来看 是比较 narrow 比较狭隘的看法 来做出这个审判 我希望会继续上诉 然后在联邦法院 一决胜负 联邦法院 现在是由开明派大法官 登顾迈文 杨阿曼阿里顿 登顾迈文来领衔 希望他会用 更开阔的诠释 来诠释这个法律 然后让马来西亚 步向更平等的方向 这就是关于这个案件的回答 希望有解答到大家的疑问 希望大家听得懂我所讲的 好 那再来第二大问题 先颤问的 请问两位对于马来西亚 最近关于战舰的问题 前海军司令说 原本海军选定荷兰设计的战舰 也得到当时国防部长批准同意 可是三天后 承包商造船厂改为法国设计的战舰 他也向国防部长以及政府抗议 十次结果没有理会 因此两位有何看法 来先交给陈哥 这个应该是今天的新闻 当中有什么披露 或者有什么烂权的地方 我们真的不知道 这个一定要被调查 这个一定要被调查出来 而且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刚才我看到这个新闻是 他当初的那个建造费 好像是从1亿 然后后来不容直接报身去5亿 还是5亿 所以这中间为什么突然 突然间那个造价的费用 一下子升到这么高 所以这些全部都要被去调查 当然只是我们这样子看表面 我们看不出一个所以 里面他的那些合约 给谁造 当初讲好是多少钱 为什么现在是变得这么贵 什么理由才变得这么贵 是你换了东西了 还是什么东西 还是怎样 又是谁的签名 有谁的信 谁的支持信 去可以这样子 可以乱改一场 一下子现在这个费用会变到几倍下去 所以这一些都是需要经过调查 而且关于国防 大家都知道国防部 国防部流水 流水很深 国防部流水很深 所以这个东西必须要接受调查 但是思想下现在的情况要靠近大选 然后我不觉得大家会 尤其是政府 尤其是政政人物会把焦点 关注在这个战前的问题上 所以这个很大的可能性 不会说被烧进地坛里面 但是会被继续的拖下去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其实放在这边讲 真的很不适合 因为时间不够 我们这个是问答环节 简单的来讲 就是马来西亚政府给了60亿 要建造6艘滨海战舰 结果本来预定8月要建好的 但现在已经是8月了 到现在一间一架都没有造出来 都没有送出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且为什么现在会突然爆出来 是因为国会工藏会 他经过调查之后来公布了他的报告 所以工藏会的报告 因为这个是最新的新闻 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 但是这绝对是一个很大的 采购弊案 像陈哥所说的 国防部一直以来都是油水很多的部门 所以为什么国防部 马来西亚没有打仗 马来西亚从建国到现在 除了出去维和去参与联合国 马来西亚没有打过战争 当然你可以说2013年 这个拿赌入侵 其实是小规模 而且最主要还是警方 在前线去战斗 后来军人才进来的 马来西亚没有打过战争 那为什么国防部长一直被视为是最重要的部长 你看高级部长也是由国防部长来担任 马哈迪做首相的时候 在西盟做首相的时候 先公布的四个最重要的部长 就是财政部长 国防部长 内政部长 还有一个是什么部长我忘记了 反正每个党有一个副首相 四个confirm的 每个党一个 四个西盟的党 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拨款很多 你要维护国家的这些飞机 战船 承认有问题我们也会继续去调查 是否存在争议我们怎样去看待呢 诚哥要回答吗 其实我一直都说 国会所通过的修宪案反跳潮法 是违改革 是没有用的 是大破无力的 因为你想一下 2020年如果已经有国会所定立的反跳潮法 2020年还会发生喜来登政变吗 我告诉你会 因为这个国会通过的反跳潮法 他第一没有阻止整个政党换立场 没有 所以土团当时退出西盟 去跟武统跟一党合作 不会有问题 第二 他没有禁止议员支持对方政党 被开除的议员 也不会被当作跳潮 所以阿兹敏 朱莱达这些人 他们是被 他们是2月23号参与喜来登政变 2月24号被塞福定开会了之后 安华他们开会了之后 被塞福定宣布开除的 所以你也不能阻止 阿兹敏 朱莱达去支持对方 所以国会通过的反跳潮法 是没有用的 是废的 但可悲的是 不管是朝野都跟你说 这是一个改革 然后在谣工 大家不要给他们骗 这个没有用 而且对我国的反跳潮法 对我国的民主是存在破怪的 而槟城现在法院宣判的 是槟城的反跳潮法 是2012年就已经定立的 这个反跳潮法 是包括 包括 开除的 只要你换政党 只要你换政党 你就要悬空议席 然后联邦法院 是推翻了1992年 当时的最高法院 说州没有权力制定 反跳潮法 然后反跳潮法 是违反 结社自由的 这两个判决基础 在联邦法院 就是我刚才说的 开明派大法官 登姑麦梦 引领的七师联审之下 宣判 这两个前提 是不对的 他推翻了1992年 最高法院的判决 然后告诉你 州可以制定法律 而且这个法律 是没有违反宪法 第11c的条文 就是结社自由的 因为登姑麦梦 讲得很好 他说 结社自由是你加入政党 参与政党 退出政党 创立政党的权力 你跳槽 是你违背了选民的委托 所以跟你的结社自由 没有关系 你可以跳槽 你可以退党 我们不阻止你 但是你违背选民的委托 政府是有权利 制定法律 来规范这样子的行为 不让你违背选民的委托 所以 杨阿玛阿里夫 登姑麦梦 他是用 就是我刚才说的 改革派的方式 用广阔的方式 来看法律条文 所以你看 现在 槟城的反跳槽法 是好的 他可以阻止 喜来登政变的 是包括开除的 但是 国会刚刚通过的 宪法修正案 是不包括的 所以这个不包括的 你看 现在出了一个问题 现在这四位输了 法庭案件的这个州议员 他们就说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宪法已经通过了 说 开除不包括在里面 那你 槟城州的宪法 是包括开除的 你州的宪法 不可以跟联邦宪法 有违反 所以 这个宪法通过 那槟城的宪法 本来是好的 就变成不好的了 你看 我之前讲的 不需要修宪 不要涉及宪法 国会议员直接 用简单多数 通过一个法律说 你只要换政党 就要进行不选 我可以给你参选 就可以了 这个是我一直以来 也是律师公会 一直以来 所采取的立场 但是没有人听 大家都要 把自己扮英雄 把很简单的事情 讲到很难 因为你完成 简单的事情 你不能说自己是英雄 你要完成 很难的事情 像佩洛西来马来西亚 没有人会觉得 是大事 佩洛西要去台湾 他们才会觉得大事 所以这些国会议员 他们是演戏 本来很简单 可以做到的事情 他们不要 他们一定要去修改宪法 一是为了脱 二是为了给大家 觉得他们在做大事 结果他们所谓 做大事 是伤害我国的 宪政体制的 所以这些人的面孔 支持的人 不管是谁 民情党也好 行动党也好 他们在国会 有讲到 他的错误 但是他们还是通过 我觉得这个是最可耻的事情 你都知道错了 你还给他通过 这是最不应该的 修改党章 没有时间了 就不要讲了 我在我自己的直播 有讲了 我不认为修改党章 是一个对的方式 Juan United 呼吁各个政党 去修改党章 意味着什么 就是像我刚才讲的 陆兆福知道有问题 在国会辩论的时候 他讲 你不包括 是不对的 不应该的 是一个漏洞 林冠英也讲了一样的话 Warri San的Aziz 国会议员 也讲过 Juan United 自己也讲 是有问题 Juan United 就是知道有问题 他就建议 你们自己修改党章 所以现在问题是 大家都知道有问题 大家都知道有漏洞 那为什么 这个宪法修正案 一个有漏洞 一个错的东西 全票通过 变成我们的宪法 你知道要改宪法 有多难吗 所以现在最好的方式 我希望国会马上解散 新政府撤回这个法案 不要有这个修宪案 然后定立一个真正的反调朝法 这个是最好的情况 不然现在政府 现任的政府 是不可能会自己来撤回 因为还没有大选 他没有mandate 没有委托 所以最好赶快大选 然后拜托撤回这个破坏 马来西亚宪政体制的 所谓修宪案 不要把它变成宪法 他现在还不是宪法 因为下议院通过了 上议院还没有通过 他还有程序要走 但是他肯定会通过 所以我希望在那之前 会有大选 我回答了很长 那最后的结尾 就交给陈哥 来进行总结吧 在交给陈哥总结之前 当然 要为金跳打一下广告 有兴趣的朋友 现在有推出超值的大优惠 是专给我们的独有的 就是买一送一 原本6988 现在只要4988 还送你多一台保护机 有兴趣的独有 联络0125805025 交给陈哥 陈哥说完了 我们才放影片 陈哥有请 我还是大句老话了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新生活报道 这个 摊诗室 说人话的直播节目 可以在 红律师的翱翔天际 转业看得到 也可以在小弟的城城专栏 也可以看得到 甚至在 新生活报道的转业 还有南洋三报的转业 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记得点赞 关注 还有分享 这一次的直播 谢谢大家 谢谢陈哥 谢谢所有在线的独有 大家晚安 记得点赞 分享 subscribe follow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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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